還要到我回家都說 你什麼了 為什麼你寫謝可 心情不好嗎 我說沒事啊 真的沒事 真的嗎 沒事嗎 我說水母 拜託 沒事 沒有什麼事 我真的跟你們說 女生意思問一樣的問題 真的很煩 大同 那是因為你老婆愛你 如果她不愛你 你寫什麼都不干她的事 真的沒有事 我就是隨便寫 我唯一的事就是 但是我太愛你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樣就好了 就結束了這樣 妳就是因為這樣善意的謊言 才懷第二胎是不是 這不是 妳都會問妳老公什麼樣的問題 那就一直每天晚上 就會想要問老公說 我要不要吃宵夜 那你知道女人問說 我可不可以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很詭異的 妳要回答 要很小心 比如說我老公說 好啊 好啊 你去吃啊 你去吃啊 你吃什麼 對身體好啊什麼 我就說 你知道我 你想害死我是不是 這是無不無良的孕婦 對 可是 她不能很誇張的說 你盡量吃 你盡量吃 她就是要溫和一點說 好啊 吃一點點 我幫你調一下熱量 先量一下體重 然後說 你現在很美 OK 你可以吃 那就OK 我好想把那碗熱湯麵打在妳臉上 加一個蛋花對不對 而且妳其實不是孕婦的時候 就那麼... 也不是只有孕婦 我整個聽完這個故事 就是妳老公好偉大 真的 我願意跟你聞起到現在是個第二個 張文綺怎麼樣 譬如說賺錢 很多男生都不喜歡 或是 他們要距離以暴 就是 我跟妳知道嗎 譬如說 因為尤其是我之前認識一位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他是作業物 那跟我們一樣 其實就是吸水會不穩定 但是我是那種 乖乖的會交出來 可是 就是妳男朋友 幹嘛要跟你討論錢啊 妳們經濟錢已經 有開一個共同戶頭了是不是 就一起存啊 但妳拿出來 他沒有告訴妳他拿多少就是 對 因為他的收入也是不穩定嘛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希望就是大家一起誠實 可是他就會換一個 妳不用擔心啊 可是他可能這個月賺得比我少 因為他已經踢到我的數字 我賺多少錢 他就會說 妳不用擔心我 反正我會把那個錢呢 但是他們不會把數字講進去 我會把那個錢投進去這樣子 男生們是不是很害怕 另外一半跟你提到錢的這個問題 如果已經是夫妻了 就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 你跟你老婆 你就是真的每一個月賺多少錢 你老婆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嗎 他知道啊 你都沒有自己接過外塊 沒有啊 我覺得那個老師講實話比較重要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我非常非常喜歡她 是因為我想要多進一步嘛 那我就跟她說 我想要認識你的父母親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好... 反正過了一陣子都沒有任何消息 那我就跟她說 那我們可以認識嗎 她說 因為我爸爸媽媽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案子 所以比較忙 我就跟很少跟他們講話 我說OK啊... 那沒關係 忙完就告訴我 過了一個月 完蛋 我再問她一次 她說有... 我有寄那個照片給她 她說... 她說很帥啊 很有質感 很好 是同一個人嗎 質感... 那個照片是誰 是同一個人 就是這個人 你為什麼要偷偷的把法比歐的照片 寄給他爸媽呢 我沒有... 我沒有法比歐的照片嘛 我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個女生就是不對啦 為什麼她不要講 我有一天我自己去她爸爸的辦公室 為什麼 因為她說帥質感 那就OK啊 那就是沒空啊 沒關係 她沒空 我有空 我去找她 我去她的辦公室 沒禮貌 很恐怖耶 我覺得很恐怖耶 意大利人有這麼的激進嗎 會啊 就是我們意大利比較不怕這個 如果她說OK 如果她說他們知道 那為什麼不能去 好... 那後來是怎麼被打出來的 我就是去... 到底 反正我就是去那個店裡面 那個爸爸跟我說 蛤 你跟我老... 你跟我... 你跟我女兒 你跟他老婆交往 你跟女兒 不知道你到底在講什麼啦 蛤 你跟我女兒 你跟我在一起發生什麼事 難怪你女朋友一直都把你介紹給他 蛤 爸爸就是不知道 他跟我說五個月 他完全沒有告訴我 可能台灣有一些人是到要結婚的時候 才會跟爸爸媽媽介紹他的男朋友 因為有時候介紹了 然後後來可能 介紹完了之後很快就分手了 爸爸媽媽只會覺得 你一直在換男朋友 而且五個月都沒提了 那就表示不好提嘛 對不對 蛤 阿布整個...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問問題有一種情況 就是她會... 這是個陷阱 她問這個問題是個陷阱 例如... 就是比如說 有一個問題叫做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喔 這好可怕喔 天啊 是不是很可怕喔 來... 讓我們問一下所有的男生們 請問你們覺得今天是什麼日子 這個問題很恐怖嗎 是的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擦 好希望今天是清明姐啊 好可怕喔 你們都會害怕 女生們都會這樣問嗎 害怕 會啊... 會啊... 不是... 那不是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不直接跟他們說 今天就是我們結婚見見日 今天是我們認識第幾週年 你們男人不懂的 女人她就是喜歡拐彎抹角 她就是看女人不喜歡 她就不喜歡好好講話 不是拐彎抹角 我們只是把她講得比較圓滑一點 這不叫圓滑耶 你是在考試耶 我好希望你平常可以圓滑一點 重點是因為這種 還有另外一個陷阱 所以因為是說 如果他們問你 他們可能就是在設你 因為是說 今天是結婚結婚禮日 什麼結婚禮日 今天禮拜二嘛 禮拜二嘛 對啊 你知道很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你見了 剛見到面就問 還好 你馬上想了一下 不是生日 不是什麼情人節 不是什麼都不是 可能還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可是當你碰面或是怎麼樣 然後他告訴你說 今天是什麼日子 隔了一會兒 他說 我問你說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然後你想了半天 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他才突然告訴你說 今天那個什麼什麼電影要上映啊 我們不上去看電影嗎 你看你會不會被嚇死 會不會被嚇死 真的嚇死了 褲子已經換兩條了 對啊 這問題真的最可怕 有沒有過 你們真的問了老公或男朋友 這個問題說 今天是什麼日子 他回答錯了 你們很生氣的 譬如說我又問他說就是 你知道我們交往幾年 類似這種問題 就是我看他有沒有在算啊 交往幾年 因為這個數字還滿大的 這個滿好算的啊 很好算 兩年多嘛 譬如說 如果今天我們兩個是第一次啊 譬如說這個是情人節 也是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那我就會問他說 那我們第一次去看的夜景是什麼 之類的 天啊 這個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難怪你還在說 什麼第一次去的餐廳 第一次看的電影 這都很恐怖 第一次牽手是在哪裡 還有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我穿什麼 這麼恐怖 記的 有沒有 沒有 這個我有問過 就是問男生說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穿的衣服 會不會嚇到你之類的 他會想說 嚇到他 你嚇到他的不是衣服 是你的人 是嗎 沒有 他就會想說 其實他是穿兔子 還是裙子什麼之類的 我就會看他用什麼方式來回答 我只能說 在交往的時候時間真的很多 會問一些無為無為的問題 我們問一下馬丁 你結婚的時候 你老婆問過你這些問題嗎 有啊 都會啊 真的嗎 你老婆問你說 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你記得我穿什麼衣服 有啊 那我就回不出來 問我什麼 我哪記得啊 你就跟你老婆說 可是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 你就是沒有穿衣服耶 你講的這位應該不是老婆吧 他有一次問我 他就說 你覺得親情還是愛情比較重要 我遇過這個 你也遇過嘛 這種問題真的是 親情啊 當然是親情 父母只有一個 當然啊 所以我一直就說 當然是親情比較重要 他說OK 那你就是愛你妹妹 就多過愛我 她說這種 那我什麼 那當然沒有啊 沒有啊 當然是愛老婆啊 比較 當然比較愛老婆 那就 喔 OK 可是因為親情比較重要 所以你現在就已經沒有 對我們已經愛情囉 已經把她當親情 那我有什麼回答的 你們女人問這個幹什麼 對 真的 請問你愛你妹妹比較多 還是愛你爸爸嗎 媽媽比較多 你們女人就在 這種無聊的 無聊 你看這個 我這個問題又沒意義了 他要想耶 沒有 爸爸不用說 可是媽媽或妹妹應該 你對你沒用心太深了耶 那路受驗遇到了什麼問題 就是那些陷阱題 就讓我覺得很煩 我覺得一個 很多男生會遇到 就是如果你在跟女朋友走路 在路上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女生 可能滿漂亮 露事業線裙子很短 那個樣子 走過去 那男生 女朋友可能馬上問你 欸 你在看那個女生嗎 那男生就怎麼回答 就說沒有 沒有 沒有在看她耶 可是後來女朋友會說 你覺得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然後我會說 對啊 對 我會講 對耶 我會笑聲耶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你要想 如果我說 對 當然死定了 可是如果我說 沒有啊 你當然女朋友比較漂亮 那還是死定了 還是 你要說 費奧看她 她穿的那件衣服 好好看 如果你穿了 多棒 多漂亮 真的 真的 有 這個有加分 等一下 那女生就會說 那你就是在看那個女生囉 對啊 你就在看她囉 設計 設計好好看 所以你一開始 你就要說你有看到她 對 像我老公也會一開始說 我有看到那個女人 你知道為什麼 我就看完她 你才知道 回頭再看你 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美女 很假耶 真的太難了 好厲害 真的太重了